朋友们好 今天我们来看一盆长寿花 虫瓣的长寿花 是大红色的 这个颜色非常非常跳眼 我之前养过黄色的虫瓣长寿花 还养过粉色的 大红的我也是刚刚开始养 我觉得这个花实在是开的太漂亮了 我在超市里看到的时候 我觉得我不买的话 都对不起园丁辛苦的劳动了 它开这么多花 这花苞得有上百朵吧 而且每一朵都是重拌的 实在是很漂亮 这个品种实在是太美了 长寿花品种非常丰富 所以如果你喜欢长寿花呢 可以说你都养不完 如果你每一年养两盆的话 可能你会很多年都在养 因为它单拌重拌的品种花色 不同颜色实在是太多 有的单拌的呢 还有副色的 就是说不是一种颜色 重拌的呢也是非常多的颜色 黄色白色粉色 肉红色橙黄色霉红色 不是美举了 就是其实我是真想每一盆都抱回家 不过家里没有那么大的地方去养了 那我就买一盆就养好一盆 那这颗长寿花 现在看到是刚刚买回来的样子 它盛开了大约有一小半 之后呢慢慢的 大概过了十天左右呢 它的花呢就基本上都打开了 这还有一点点花苞 养的好呢 它的花苞是不会干瘪掉的 我之前呢做过一个视频 就是单拌的 那个是单拌的粉色的长寿花 重拌的呢 跟它养护的方法其实差不多 也一样需要光照 需要在它的花期呢 适当的给它补充花肥 另外呢 怎么说呢 重拌的呢 比起单拌的来说 要略微浇气一点 所以在浇水的时候呢 要小心 我呢买回来的时候呢 我也注意了 我发现呢 它不仅仅是一颗 这一盆里面有好几颗 所以其实它挺拥挤的 所以呢 我就把它最下面的叶子 最下面一层的叶子 开上去 已经有一点点泛黄的叶子呢 就把它给剪掉了 或者用手轻轻一抽 其实就可以把它抽出来 这样呢 是让长寿花呢 要透气 因为长寿花呢 它在花期 你完全不浇水是不行的 影响它开花 可是浇水浇多了呢 如果通风啊透气不好 它非常容易烂根 我之前呢 是吃过一次苦的 不小心呢 就把一盆长寿花呢 把它其中 它也是三颗在一盆里面 结果把其中一颗 就养的就烂根了 之后呢 我就注意 特别是重拌的 比那个单拌的呢 要容易烂根 单拌的就不容易烂根 要好很多 所以其实 说起来 它们都是长寿花 但是在养铺的方法方面呢 多多少少呢 还有一点点差别 那重拌的长寿花呢 最重要的就是 因为它实在是 太枝繁叶茂了 你看 它的花开起来这么繁茂 完全遮挡住了 感觉好像上面它都有一个 像一个花做的盖子一样的 就盖住了这个植物 那如果叶子在非常繁茂 你不适当的给它呢 疏通一下 它烂根的几率呢 就要比单拌的长寿花高出一些 而且危险性也大一些 这个呢 就是我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 关于重拌长寿花的注意事项了 好 谢谢大家的观看 欢迎订阅分享与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